跟房产进行结合 拿着平板打电动 长相斯文 亲和力十足 他是假山林建设 董事长朱文宇的儿子 朱毅 名字相当特别 住这个姓氏在台湾比较少见 本来已经蛮特别 就干脆更特别一点 25岁的朱毅 上周才退伍 这礼拜立刻投入公司业务 跟同人开会 爸爸朱文宇转投资假山林娱乐 要做起游戏事业 全权交给他负责 现在三不五十 关心团队打造游戏进度 预计第一阶段 先做手机APP游戏 最快年底上市 第二阶段就是PC单机游戏 明年底问世 因为他跟父亲都爱玩游戏 所以想借由PC跟手游打造品牌 未来还会结合房地产 从小玩完我们游戏长大 以后等他有能力买房子的时候 他可能会是建设公司品牌里面 可能只会听过我们这一家 除了游戏事业 从小注意就跟着爸爸学习 等于在样品屋长大 而如木染之下对房市早有涉略 大学时就在板桥福州合一住宅 当过销售员 待过营造部门 从基层做起 如今开始踏入公司决策核心 也展开了接班之路 三立新闻 郑雁龙 邱紫英台报道